一份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风暴二计划被曝光 计划内容包括在十八大后 博州企图要挟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习近平李克强继续和薄熙来一起迫害法轮功 以及指责胡温有意降低镇压法轮功的调子的所谓错误 在谷开来开审前夕爆出的这份周博秘密计划 是否会让中共政局再先波澜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月5号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来自北京的消息人士透露 风暴二计划在2011年年初形成 2月份开始具体执行 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再次掀起打击法轮功的新高潮 包括在东北地区以黑龙江为试点 集中转化即将行满释放的法轮功赞压人员 以及在北京附近的省份 以河北为重点 开展打击活跃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行动 消息披露 当时正值薄熙来试图建长的时候 这项计划不仅可以要挟洗礼 在18大后继续与薄熙来一起为江系迫害法轮功买单 还可以指责胡温自2005年的16届五中全会后 有意降低镇压调门的所谓错误 除了今年2月美国媒体报道周博政变密谋丑闻外 大纪元也曾独家报道江系血债帮成员如何密谋霸除和逮捕习近平的详情 消息说这个政变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 不料因为王立军的讨管事件而全盘崩溃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指出 如果胡锦涛连向周永康谋反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处理的话 说明他的权力根本就不稳定 即使连任军委主席 也可能面临整个江派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势力的反扑 此外大纪元独家获得的消息指称 谷开来是博州政变圈的核心人物 同时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死 与薄熙来、谷开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有关 而且其中内幕惊人 谷开来8月9号即将开审 中共当局将如何处理谷开来 目前成为各界高调关注的焦点 时事评论员蓝述指出 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共高层 如果为了维持所谓的一党专政稳定 把对薄熙来、谷开来等人的处理方向 放在谋杀、政变和腐败等私要问题上 而不把血债作为主要调查方向的话 一旦清算他们都难逃干系 他由于受到江西的制衡 他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 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停止这个迫害 但是毕竟所有的这些血债 都是在第四代领导核心的执政期间发生的 你的手下在杀人 你不去制止 你这个人本身从道德上你说得过去吗 先不说以前他能不能制止 现在江西已经示弱了 当你有能力去制止 你不去制止 那么你绝对逃脱不了你的这个干系 张天亮指出 胡锦涛必须看明白一个问题 中共是保不住的 如果胡锦涛无力去改变的话 他必然和这个专制制度一块被埋葬 而且他到时将要为此承担很大的责任 所以说呢 对于胡锦涛来说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说把这个血债帮和他自己做一个切割 把这个血债帮呢犯的罪行通布出来 然后同时的话呢 实现中国的转型 这样在整个清算的过程中呢 对于胡锦涛个人的安全 这是有保障的 此外 消息人士表示 风暴二计划在具体执行中弄出了很大的乱子 47岁的法轮功修炼者秦岳明 在出狱前被这个计划的强制改造措施折磨至死 秦岳明的女儿秦荣倩随后走上街头 为父母亲和妹妹申冤 短短半个月就征集了超过一万五千人按下的红手印 消息人士说 北京高层看了签字的复印件后 很是震惊 感谢观看